以後每一次上課的資料都會放在雲端上 然後這邊有個教學論壇 我會把每次上課的連結就放在教學論壇裡面 所以上一次上課的話是第二次上課 然後我們大概看一下 我會這邊有個清單 一樣啦 反正就上課上幾段影片 那我就會把每一段影片都放上去 然後底下有一個完整的教學 大概是這樣 然後你也可以把它點擊 然後就可以把它打開啦 OK 然後就可以回去就複習啦 反正這個 我覺得你就是看自己的時間吧 然後也不要太有壓力 反正你就學得很開心 我就覺得把它當追劇一樣吧 我覺得現在很方便 現在你要看很多東西 其實很 就是你只要有一個行動裝置 手機就可以了 有沒有 而且現在吃到飽嘛 你隨時好像想要看什麼 耳機一帶其實都蠻方便的 那同樣方式 像上 你要複習也是一樣 如果你 假設你實在不知道要看什麼的話 把影片上會看一下 OK 那 之前的上課 理論上我那個影片本身應該是 會把我自己錄進去 不過前兩次上課 系統也有問題啦 不過我剛看一下好像今天OK 所以之後應該會看到 在右下角會看到我 那最近我也想要試一下 就是說那個 好像現在比較不流行這種 這種長的影片 然後 這種比較橫幅的 好像現在流行那種滑的有沒有 所以我就因為想要把它弄成那個 短影音啦 OK 所以 OK 好啦 反正就是一種學習的習慣 所以以後如果假設 上課你也可以用滑的話 有沒有 老師你這滑一下滑一下就好了 那該躲好 上課就很輕鬆 以後呢我就滑一下 你就可以知道 重點在 重點是什麼有沒有 那上課前就把它滑一下看一下 該躲好了 OK 所以我也是這樣 所以最近我也試著把一些影片 把它稍微轉一下 好 那所以上個禮拜的重點 稍微提一下 那 第一個就是說 這邊真的要打出一個字 將 那 把成年 因為我們 前一次上課的話是成年 跟未成年的判斷 那邏輯的話不是只有 True跟False 其實 還會有可能會有True跟False 以外的一個邏輯判斷 比如說成年我先用分成三個 什麼青年 壯年 老年 有沒有 那所以如果你要多重的邏輯判斷的話 那應該如何撰寫 那其實也蠻簡單的 就是在IF的下方 再增加LIF 然後什麼條件 第二個條件 如果第二個條件為True的話 那你就執行那個底下的東西 那一樣 看你有幾個就加幾個 所以多重邏輯判斷部分的話 非常的重要 因為未來很多地方 當然沒有那麼單純 因為邏輯都蠻多的 所以如果假設你有很多的邏輯的話 那你可能就需要這樣的撰寫方式 不過一個邏輯判斷呢 只能執行一次 所以如果假設你要執行多次的話 就是我們上個禮拜講的回圈有沒有 所以如果你一般會把那個邏輯判斷 寫在那個回圈裡面 所以好像上個禮拜後來 我們有寫另外一個BMI計算 然後再來就是 加總1到99 那比如說將來 我希望把1到99把它做個加總的話 那理論上如果有個範圍的話 第一個想到的回圈 通常會是用4回圈比較多 因為4回圈通常是一個 開始的 一般就是一開始的位置 或者數字 然後結束的位置 如果你有一個範圍的話 通常會用4回圈 那假如它不是一個 開始跟結束的一個關係的話 通常會用另外一個回圈叫壞回圈 所以後面的話呢 我們會再講那個 不過其實我自己用4回圈會比較多啦 因為一般資料都是有頭有 比如說哪一列到哪一列為止的資料 那我希望把它截取下來 做什麼樣的處理 比如說上個禮拜講到有一題 所以你們回去也可以試著自己寫寫看 比如說請你寫一個 1加到99的一個程式 並且最後幫我把結果print了出來 顯示說加總結果是多少 好像4950吧 OK 那這個地方的話呢 應該如何把這個程式寫出來 其實程式不難去寫吧 第一個 for i in range 有沒有 有沒有 然後1豆點 豆點他寄個99的話 你要99的下一個才停止的地方 所以1豆點100 OK 那range指的是那個清單 它的原理跟那個ESAL裡面那個 向下填滿滿那個滿像的 填滿1,2,3,4,1,3 填到99 好 那他做什麼呢 就幫我把它加總在一起 可是呢 在那個什麼呢 在ESAL裡面有個SUM函數嘛 你就SUM一下就好 但是在Python裡面的話 就是你要累加 所以累加的話 就是我們在上方多增加一個ns等於0 然後在裡面的話 就ans等於ns加上i就可以了 它就幫你累加累加累加 加完之後的話把它print了出來 結果就ok了 應該四行程式差不多 這個程式在雲端上應該也有了 雲端白板上面的第三個單元 這邊就有程式了 還在這裡有沒有 就這個 ok 四行嘛 ok 所以盡量你 這個也要熟啦 你說 雖然說我希望程式寫得輕鬆 但是不是說完全都不需要記 像這個FORP圍圈你還是要會寫 你說不會寫說真的 那也沒辦法 它沒有辦法自動幫你產生 當然你是可以用那個CHARCH-PT幫你 但問題它有時候寫出來的東西 每次寫的也都不一樣 ok 而且寫的也不見得比較簡單 所以你也甚至可以問CHARCH-PT 請幫我寫一個Pi檔程式 幫我把1加到99 然後Enter他就幫你寫 但是可能好像你每一次我發現 每一次問他的結果 他給我的程式都類似 但是長得都不一樣 有的時候可能寫得很精煉 但是有的時候就寫得很複雜 而且有的時候還幫我們寫成FONT 就是寫成函數 像之前那樣子 我覺得 所以最好你可以把它寫簡單一點是最好的 不然沒事寫得都複雜 所以底下我有把這個程式 你幫我寫一個 然後你就跟CHARCH-PT講 那我們好像上個禮拜呢 也有練習 就是說除了CHARCH-PT之外 還有Gemini 還有像微軟的Corpilot 那當然你可以自己試試看 我發現 這些是一個蠻好的輔助 當你不太會寫這個程式的時候 其實是真的可以幫上忙的 我記得好像上個禮拜 我們還寫了一個 就是把那個1到99的G數跟偶數 分別就是加總之後輸出 OK 那其實呢 當然我講過兩種寫法 有沒有 一種寫法是用一個邏輯判斷 判斷如果是G數 那就G數累加 如果是偶數 那就偶數累加 有沒有 這個寫法我比較推薦 那另外一個寫法的話呢 就是跑兩個回圈 反正呢 就是在RANGE裡面 再加上一個 有沒有 這個後面其實可以加 所以底下我這邊有個方法 一 就是把原來的程式裡面 加一個邏輯判斷 如果 I Percent 就是 除完之後的余數 除完除什麼呢 除以2之後 比如說I除以2之後 沒有 余數 余數就把它寫在後面 如果余1的話 那表示它是G數 有沒有 但是如果你除以2之後呢 沒有余數 余數反之為0 那就是偶數 那我們利用這個邏輯判斷做什麼呢 如果是G數的話呢 那你就幫我 把它累加在ANSA裡面 反之的話呢 就幫我累加在 ANSB裡面 OK 有沒有 這樣就可以分兩個變數 一個變數呢 是儲存什麼 G數的加種 一個呢 是儲存 偶數的加種 所以這裡的話呢 當然 改了幾個地方嘛 分別第一個 加上邏輯判斷 第二個的話呢 就是再把原來ANS的變數 改成有兩個變數 一個變數的話呢 名稱 我自己隨便 取個簡單的 一個A 一個B好了 那你也不一定A跟B啦 1跟2也可以啦 然後呢 就是輸出變成也是兩個 那這樣輸出 就會是G數跟偶數啦 當然這個也可以變化 比如說呢 怎麼樣 呃 比如說什麼 分別輸出3的倍數 5的倍數 7的倍數 可不可以 可以啊 到底差不多啊 3的倍數呢 通通幫我加種在一起 有沒有 3的倍數 3 6 9 有沒有 12嘛 然後一直到最後 那請你如果假設 他是3的倍數 就幫我累加 並且輸出的話 欸 那應該會知道吧 其實這樣的3的倍數的話就 就不用 一個邏輯 邏輯的話 其實這邊可以把它改成3啦 那這邊改成0不就好了 有沒有 除以3之後的餘數為0 那表示呢 他能夠被3整除 對不對 那如果能夠被3整除的話呢 那你就幫我累加 有沒有 那最後把這個累加值輸出 那就會是3的倍數的加總了 甚至啦 一樣嘛 5的倍數加總 有沒有 5、10、15、20 欸 通通幫我加在一起 加到99 應該加到95吧 欸 那怎麼寫 有沒有 到底差不多啦 OK 所以呢 然後呢 以後其實還蠻常會遇到這個百分比 這個符號的應用 有沒有 這個其實 我印象中這個用到的機率還蠻高的 就是除以多少的餘數為多少 餘數喔 求餘數 那當然還有方法2啦 方法2的話就是在這個range 多一個有沒有 多一個參數 這個參數的話呢 就是說呢 預設是1啦 所以如果假設是1的話 那你可以把它省略 好 如果是1喔 也就是說1下一個就是2 2下一個就是3 跳一個啦 OK喔 那如果你要跳兩個的話 那就有點2 欸 那麼1 跳兩個變3 跳兩個變5 7、9 欸 那不就是 通通是基數的 OK 所以喔 如果呢 假如 你不用 邏輯判斷來寫的話 那你可能 就要寫兩個回圈啦 OK喔 不過啦 理論上大家回圈跑越少越好 因為回圈其實滿浪費時間的 因為它會從頭跑到尾 所以 以我個人的經驗 我會寫方法1的狀況會比較多 OK 但是也沒有絕對啦 因為說真的 跑得出來都好啦 那你說什麼差別 可能效率啊 我覺得方法1會快一點 但是快的速度快多少 快到完全沒改 等於是沒差啦 所以呢 至於你要怎麼寫出 這個程式啊 我覺得啦 我自己個人感覺 反正你寫得出來 你覺得最直覺 不會寫錯的 那你就記那種 OK 盡量記那個很直覺的 好 那當然上個禮拜的 這個回圈部分的話呢 我們基本上 這個滿重要的 所以如果假設你不會寫的話 請你回去還是一樣 開寫Spider 然後把那個程式啊 開一個空白的 module 輕力把它自己寫一下 OK 這個很重要哦 OK 因為我是覺得啦 在未來那個 程式的環境啊 還沒有發展到非常成熟的時候啦 說真的啦 你還是要寫程式這個應該是 短時間內應該是沒辦法 沒辦法避免的 那以後你說 老師他AI很厲害 AI是不是可以幫我們寫程式 我覺得是可以 但問題他現在也沒那麼厲害 所以你說他取代誰啦 說真的 你一看就知道啦 AI現在能夠取代誰 對 頂多 我感覺是噱頭比較大一點啦 OK 有沒有感覺 哇 好厲害 所以很多不了解內情的人 都會覺得 哇 AI很厲害 AI以後怎麼怎麼樣 對啊 以後是很厲害 但問題現在好像還是沒有那麼厲害 OK 所以你說要取代 我是反而覺得他非輔助OK啦 輔助 但是他現在其實充其量 他沒有辦法 真的完全幫你寫程式 為什麼 因為他給你的程式 還是很多有BUG啦 我怎麼敢把所有程式都交給他 交給他的話我就完蛋了 我剛 光要除錯的時間 恐怕還不如我自己重寫 對不對 而且有時候說他寫給你的東西 不見得是你喜歡的 像我有時候看到那個程式 我覺得不喜歡這樣寫 我就把它全部改寫 改成我自己喜歡的樣子 OK 好 那所以呢 上個禮拜我們大概就講 講這個 九字馬表 還有另外一個九字馬表 有沒有 九字馬表的部分的難度又更高 因為他需要用兩個回圈 才能夠把那個九字馬表給輸出 所以請各位 試著再把那個九字馬表部分 稍微複習一下 那今天的話 接下來我們就接著繼續來看 上個禮拜是講到第五頁的地方 就是雲端白板的第三個單元 這第五頁的地方 那我們上課講到的所有程式碼 雲端白板上面都有 所以你們假如有些地方不太清楚 我想上個禮拜像這段程式碼 你可以怎樣 把它Ctrl C 方法1下面這邊 Ctrl C 有沒有 然後呢 Ctrl V就把它貼上 貼到這裡來 就有了 不過我是建議貼上你把它Run一下之後 我是建議你可以怎樣 通通再把它Delete掉 再來一下 OK 好 那待會的話呢 我們再來看一下那個九字馬表 所以就算馬表上個禮拜的程式在哪裡呢 在第五頁這邊 其實在第五頁 OK 第五頁這邊 我們的程式在參考答案這裡 你把它這邊Ctrl C 然後呢 Ctrl V 就會我們上個禮拜的這個程式碼了 OK 如果假設啦 我是建議一樣 你看 如果你要把它 不過可能要把這個畫面 再拉到右邊一點 因為它這個輸出 如果你假設沒有把它拉過來一點點 它會變成沒辦法說 它沒辦法 它會折航啦 OK 那這個就輸出最後的結果 有沒有 那當然呢 前面這個是 一到九 這個是I的值啦 然後呢 這個後面的 後面這個值 一二三 一直到九 那這個是J的值 有沒有 然後呢 加總的話就把I跟J加在一起 那尾巴這邊的話呢 它會多一個 所謂的那個TAB符號 TAB符號 在Python裡面呢 就是反斜線T OK 請各位先稍微了解一下 那待會的話呢 我們再從這邊開始